Hello 我是Melvin Merylund 很多人跟我讲说下班了之后 根本没有时间煮饭 要么就是没时间 要么就是太麻烦 其实煮饭一点都不麻烦 烹饪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刚刚看了一下冰箱有什么东西 今天我其实可以来一锅煮 一锅煮的意思 一个锅子一次搞定 我今天有一些鸡腿排 我可以来炖鸡腿排 用我最喜欢的一些食材 搞一锅自己喜欢吃的晚餐 今天除了鸡腿排之外 我还有洋葱 还有马铃薯 大蒜 春菊 还有葡萄干 是的 我用葡萄干是因为我没有加糖 葡萄干可以增加一些甜味 今天要用的油呢是非常适合 高温烹饪的椰子油 椰子油是工人最好的油之一 鸡肉两边煎上色之后 先拿出来中间没有熟没有关系 待会反正还要再炖 然后我们把洋葱 切丝的洋葱丢下去炒 炒香了以后我们准备马铃薯 好 在马铃薯部分 因为今天想要快点吃饭 所以切薄一点 薄一点的话 烹饪时间就不会拖的那么久了 像画面上看到这么薄啊 大概五分钟到七分钟 马铃薯就会熟了 如果家里有一些番茄的话 可以放一些新鲜的番茄下去 但是我没有 我就用灌装的番茄 那画面上这个像牙膏这个东西呢 是番茄泥 如果想要吃辣的 这个辣椒浆 我非常的推荐 把所有东西放到锅子里面 煮大概十分钟吧 记得盖锅盖 然后不要忘了加盐跟胡椒 然后呢 春菊的蔬菜部分 最后加进去 好了 希望今天的示范 可以让你对烹饪更有自信 但是不要局限在我今天 所示范的一些调味料哦 你可以加更辣 可以不要加辣 可以多加些胡椒 加你任何想要吃的东西 做你自己的晚餐 我是Mauvin Meryl 今天谢谢你光临我的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了 take care 拜拜